今天我们的故事将要从一个海边的小事故讲起 那还是在艾莉八岁那年的夏天 母亲玛雅带着她到佛罗里达的海边去度假 在假期的最后一天 贪玩的小艾莉想在回家前再下海游以自由 玛雅不放心 想陪她一起去 但是小艾莉却坚持要独自下海 就在小艾莉刚刚开始在水里扑腾的时候 不远处一个巨浪袭来 玛雅什么也没想就跳进了海里 她疯狂地向艾莉游去 用力地拨开海浪 牢牢地抓住了女儿的手臂 在那一刻 玛雅死死地抱着女儿 心里一个劲地念叨 艾莉 艾莉 我永远也不会让你再离开我 故事就这么开始了 看起来小说讲的是一个失而复得的故事 没错 小说正是从母亲失去女儿开始讲起的 时间变成了2011年的夏天 艾莉已经到了上大学的年纪 但是她却变成了一个问题少女 她翘课 吸毒 在不同的男人之间周旋 最后没能考上大学 只好在一家咖啡店里打工混日子 有一天艾莉正在工作 她的前男友迪伦突然出现在了咖啡店里 两人的关系是在艾莉15岁的时候开始的 但是很快就遭到了母亲的强烈反对 在母亲玛雅看来 迪伦就是个坏小子 在她的反对之下 两人最终和平分手 多年不见 迪伦仍然脾气十足 此时她正站在柜台前 有些不怀好意地调侃着艾莉 没想到 这一幕刚好被前来看望艾莉的母亲看到了 玛雅大吃一惊 风风火火地走进店里 仿佛示威一般地挡在两个人中间 原来 玛雅早就和艾莉是约法三章 规定她要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同她糟糕地过去断绝联系 包括她的前男友们 一旦违规 艾莉只有两个选择 一是被送进戒毒所 二是离开家 离开纽约 因此 当玛雅看到迪伦的时候 心里既生气又害怕 艾莉同她的过去难道还在藕断丝联吗 她感到一阵恐惧 玛雅心里清楚 艾莉并不害怕被遣送到戒毒所 对此 真正感到害怕的是她自己和丈夫斯蒂芬 是两个功成名就 却怎么也教育不好自己孩子的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迪伦和玛雅离开咖啡馆之后 艾莉便和同事约瑟夫一起出门闲逛 约瑟夫和她年纪差不多 平时呢 带她不错 他们边走边聊 艾莉向约瑟夫解释了她的问题时 包括她的毒瘾出现在咖啡店的迪伦 以及她同她风光的长青藤父母之间的种种矛盾 在谈话的过程当中 艾莉并没有做出任何主动的姿态 然而 当约瑟夫突然向她靠过来的时候 她并没有拒绝 这天晚上 艾莉没有回家 而是去了约瑟夫的公寓 而与此同时 玛雅一整夜都在疯狂地寻找艾莉 当艾莉在凌晨时分回到家中的时候 她看到玛雅正一身运动装束蹲在家门口 仿佛她想要跑遍整个布鲁克林和整个曼哈顿 直到她找到她为止 在玛雅看来 艾莉的夜不归宿是另一个不祥的信号 她担心艾莉又会重蹈覆辙 于是 她以艾莉再次犯规为由 要求艾莉离开纽约前往佛罗里达 替玛雅的一位朋友安妮照看她的小儿子 虽然玛雅不舍得艾莉 但是这一次她下定了决心 必须要让艾莉离开她的旧圈子 以免事情发展到她无法控制的地步 玛雅的这一决定吓坏了艾莉 她太清楚自己的状态了 去照顾别人家的孩子 天哪 这简直太可怕了 但是她拗不过母亲 只能够服从 同父亲斯蒂芬和弟弟本尼告别之后 艾莉便踏上了去佛罗里达的旅程 艾莉恐怕不知道 她的母亲并没有像她想的那样 因为要送走她而感到安危 相反的 玛雅非常痛苦 她很想好好地同艾莉道个别 但是又清楚地感到 有一堵坚实的墙横灌在母女之间 她多想再好好地抱一抱艾莉 就像她刚出生的时候那样 玛雅笑着对艾莉描述自己 以前抱她的感觉 你的肉贴着我的肉 隔着那条小小的尿布 那时候我就在想 整个世界的美好事物 一定都和 一定都和抱你时产生的那种 幸福感有关吧 而现在 一想到将要失去艾莉 想到她再也不能 每晚感受到艾莉的气息 玛雅害怕极了 她不禁紧紧地拉住艾莉的手臂 一点也不想放开 见到酷别已久的艾莉 安妮非常的开心 距离两个人上一次见面 已经有十年了 那还是在安妮的婚礼上 当时的艾莉只有十一岁 这十年之间 安妮一直在试图怀上孩子 最后是通过试管 生下了小杰克 如今 她一边和丈夫杰弗雷 经营一家餐厅 一边照顾小杰克 一家三口 过得是其乐融融 刚来到佛罗里达 艾莉 同安妮一家相处得非常愉快 愉快的 她简直有些奇怪起来 她甚至怀疑 这一切都要归结于母亲 没有告诉他们 自己的真实情况 说起来啊 艾莉 还有些忌妒 安妮与杰弗雷之间那种 玩伴式的亲密关系 这是她从来没有享受过的 不过 更让她惊讶的是 艾莉 从安妮那里得知了 当年她与母亲的深厚情谊 原来 玛雅曾经是安妮的高中老师 那时候的安妮非常有天分 但是十分孤僻 还患有严重的抑郁症 很长一段时间 玛雅是唯一一个 可以让她倾诉与信任的对象 在她最沮丧的时候 玛雅能够耐心地 帮助她走出阴霾 真是姻缘巧合啊 如今 玛雅的女儿艾莉 又来照顾安妮的儿子小杰克 但是 艾莉 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吗 恐怖啊 连艾莉自己都没有把握 她甚至觉得 她都没有能力照顾好自己 同时她也感觉到 这个刁蛮任性的小杰克 似乎并不喜欢 她这个家庭新成员 的确 当小杰克 单独和艾莉在一起的时候 她总是非常冷漠霸道 艾莉甚至觉得她讨厌自己 她打电话给弟弟本尼 抱怨捷克简直就是一个 惯坏了的小屁孩 实在是有些扛不住了 但是 董事的本尼却告诉她 无论艾莉在佛罗里达过得怎样 她都应该给妈妈打个电话 告诉她 一切都好 让她放心 不错 艾莉也意识到 在小杰克面前 她必须担当起一个家长的角色了 至少 她应该做出一些尝试 就在这时 发生了一件 和她小时候经历一模一样的事故 有一天 艾莉和小杰克一起去海上划船 突然一阵大风刮来 海水撞击船弦 船身失去了平衡 船的一色 慢慢地栽进了海里 小杰克一不小心 划出了船弦 艾莉惊恐极了 眼睁睁地看着小杰克掉进水里 她竟然害怕地忘了救人 回过神后 她一头扎进海里救人 她顾不上海水刺激眼睛疼痛 睁大了眼睛 寻找那个小小的身影 她不停地往前游 往前游 终于她看到了 艾莉一把将小杰克揽到怀里 死死地抱住她 不肯放手 就像当年 妈妈玛雅在佛罗里达的海里 抱着自己一样 这次事故以后 小杰克似乎对艾莉亲近了一些 可是就在艾莉感到一切都开始变得顺利的时候 不幸的事情 接连发生了 不可否认 艾莉很喜欢和安妮一家生活在一起 但是 艾莉和安妮的丈夫杰弗雷的关系 似乎有些不正常了 当艾莉意识到 自己已经成了杰弗雷的情妇时 生米早已煮成首饭 这一切看上去是那么突然 但两个人都知道 他们一直以来只是心照不宣而已 最近一段时间 他们一同外出的频率越来越高 杰弗雷和艾莉的交谈也越来越亲密 他用一种十分了解她的语气通她讲话 好像他知道她的一切 空气里有种让人不安的东西在发酵 那种暧昧的互动方式 让艾莉感到忐忑不安 事情发生了那一天 安妮出门了 家里只有艾莉和小杰克 房间里只有电视机滴滴的声音 杰弗雷坐在艾莉身边 慢慢地向他靠近 接着 他起身将儿子抱出房间 还回过头来朝艾莉笑了笑 这微笑太过亲密 艾莉已经预感到 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 他想到自己应该离开房间 可偏偏没有一丝勇气 他实在是太年轻了 年轻到无法站起来 走进自己的卧室 关上身后的门 而与此同时 他又太渴望被人触碰 被人爱护 艾莉和杰弗雷的关系 就这样一步步地 滑向了危险的境地 或不担心 就在两人第一次偷情后不久 一件更加让人措手不及的事情 发生了 那是九月的一个晴天 艾莉带着小杰克去海边游泳 虽然海边竖了一块 无值班救生员的牌子 艾莉却认为 这样的好天气 不可能发生什么危险 于是他和小杰克 在海里尽情地追逐嬉戏 小杰克也玩得十分投入 渐渐地 艾莉任由小杰克往前游去 自己则伏在海上 让海浪包裹住自己的身体 感到整个人渐渐地放空了 他停止了思考 只是随着海水飘荡 当他从水里出来 天空布满了壮丽的云彩 没急了 他喊小杰克一起来看云 叫了两遍 杰克杰克 然而海面上根本不见小家伙的踪影 后来艾莉才知道 那天平静的海面 只是一种假象 是激流来临的前兆 天一弄人 艾莉却偏偏朝着 与小杰克相反的方向游走了 他没能看到他 也没能听到他的呼救 当艾莉找到他的时候 小杰克已经溺水身亡了 玛雅的一片好心 如今却酿成了悲剧 噩耗传来 玛雅会如何应对呢 失去孩子的痛苦 安妮一家 又该如何承受呢 玛雅是哥伦比亚大学 英文系的教授 是研究英国意识流小说家 弗吉尼亚·吴尔夫的专家 他从小就是一个 特立独行的孩子 强烈的个性 不仅吸引了他的学生安妮 也吸引了他的同事劳拉 劳拉是哥大法语系的教授 他个性更加的鲜明 也更加的疯狂 他诅咒学术生活的平庸 学生的平庸 对任何事都抱着满不在乎的态度 相比之下 玛雅则显得有些保守 自我压抑的厉害 艾莉离开纽约之后 玛雅便经常同劳拉在一起 劳拉的风劲 缓解了玛雅紧张的神经 这种风劲有时也会让他想起艾莉 艾莉出世以后 玛雅便经常和劳拉一起去酒吧跳舞 她开始频繁地夜不归宿 在天亮时分烂醉如泥地回家 然后把自己锁在艾莉的房间里 似乎那样就能够感受到艾莉的气息 她似乎是想通过麻痹自己 来发现所有的焦虑与不安 逃避生活 逃给她的难题 每当早晨疲惫地回到家 玛雅常常会看到斯蒂芬 在门口焦急地等待 这一幕是多么熟悉啊 不久以前 她不就是这样蹲在家门口 绝望地等待艾莉的归来吗 在清醒的一瞬间 玛雅会不禁想到 她和艾莉之间的相似之处 以前玛雅看着艾莉 总觉得他们之间有着 太多的差异和分析 但是母女两人真的没有相似之处吗 这种相似之处 是否只是被差异的表象掩盖了呢 是否因为母女二人同样选择了逃避 因此看不清 联系着彼此的那种纽带了呢 小杰克的死 让两个家庭都陷入了混乱之中 最初的震惊过后 两个家庭开始渐渐有了一些行动 他们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到底谁该担起责任 丈夫斯蒂芬 把责任推到了玛雅身上 斯蒂芬坚持认为 孩子犯下的错 应该由父母来承担 艾莉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 完全与玛雅 敷衍孩子的方式有关 在艾莉和本尼 分别只有两岁和四岁的时候 玛雅有时候会突然 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们 但是又会突然一声不响地 从他们身边消失 他会到佛罗里达躲上三个星期 让自己清静一阵子 斯蒂芬觉得 这也许和玛雅的父亲不无关系 玛雅在一个单亲家庭里长大 而父亲抚养他的方式 有些歇斯底里 玛雅的父亲 很少和玛雅接触 因为父亲这个角色 会让他紧张 但是他又会在晚上喝到烂醉的时候 悄悄地走进玛雅的房间 用一种让玛雅害怕的方式抱住他不停地痛哭 诉说着自己的一无所有 斯蒂芬告诉玛雅 是因为他想要在爱丽和本尼身上 补偿自己童年时所缺失的爱 才给了两个孩子畸形的爱 弟弟本尼则认为 如果母亲玛雅 即使让安妮知道爱丽的真实状况 提醒他爱丽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 那么安妮绝不会这样掉以轻心地 让爱丽一个人陪着小杰克玩 在这个家庭当中 本尼和爱丽走得最近 因为本尼和爱丽同样都是让人棘手的孩子 本尼小时候想要当足球教练 所以入读俄亥俄州的一所大学之后 就进了大学足球队 然而有一天 他却突然宣布自己厌倦了这一切 厌倦了学校里的生活 他只想要回到纽约混日子 他也曾磕过药 和爱丽一样是个不折不扣的瘾君子 除此之外 他们和父母有着同样的隔阂 姐弟两人平时是互相支持 无论谁闯了祸 另一个总会想办法援助 爱丽出世以后 本尼也好像一下子长大了许多 他从爱丽的困境和父母的困境当中 看到了这个家庭分崩离析的状态 于是开始去做他和姐姐一直在回避的那件事 他决定和父母好好地交流 那么 作为受害者的安妮 她的态度又如何呢 她同样认为爱丽不应该成为罪人 在她看来 真正的罪人是她和玛雅 使他们的疏忽造成了意外 尽管要承受丧子之痛 但是安妮还是告诉玛雅 她并不打算起诉 她明白 玛雅是自己从小到大唯一的挚友 在经受抑郁症考验的那段时光 是玛雅一直在帮助自己 自己一直对玛雅心存感激 艾丽又是玛雅最疼爱的孩子 所以安妮不想毁了艾丽一辈子 安妮在痛苦之中表现出来的宽恕 让玛雅心里充满了内疚与感激 也让她找到了重新面对生活的勇气 终于在反复的内心挣扎 与自我拷问之中 玛雅渐渐地理解了 她和女儿之间的差异与共性 玛雅领悟道 尽管她们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地方 她们并不是不可逾越的 艾丽虽然和玛雅不同 但她的身上也有许多玛雅的烙印 比差异更为重要的 是母女之间自出生时就有的纽带 玛雅的家庭在经历了这次灾变以后 仿佛被彻底打碎 又重新组建了起来 威吉让这一家人 从一种得过且过的消极状态之中 清醒过来 逼着他们去解决 长久以来被悬置的种种问题 故事的结尾 斯蒂芬向玛雅宣布了一个她期待已久的消息 他们要把艾丽从佛罗里达接回来 斯蒂芬将玛雅拉到自己身边 握住她的双手 告诉她 他们将会平安地度过这个难关 明天 他们就去佛罗里达 带着儿子本尼把女儿重新地领回家 他们要重新组建他们的家庭 第二天 一家人前往佛罗里达 玛雅重新见到了艾丽 她觉得艾丽似乎瞬间变小了 艾丽静静地站在那儿 口里轻轻地呼出一句 妈妈 玛雅紧紧地抓住她的手 把她重新拉到了自己的怀里 静静地抱着她